《圣经》《圣经》 但是到了圣经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圣经提到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时候 它可以用Philia 可以用诗与生 同学与同学 朋友与朋友 兄与弟 兄弟与姐妹 这些人性中间平等的 在横线中间没有超越 没有低略的这种平等关系之间的爱 就可以用Philia这个词 当然圣经也可以用Eros 提到男女之间有肉依 有肌肤接触 有感官之间产生的肉体关系的爱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两个字放在上帝的爱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这本圣经是超越所有的书 因为每一次当使徒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用Eros 他也绝对不会用Philia 每一次提到上帝对人的爱的时候 圣经就用了另外一个字 那个字叫做Agape Agape就是上帝的爱 当上帝爱人的时候 上帝爱他的百姓的时候 他一定是用了Agape这个字 那这个Agape跟这个Eros Agape跟Philia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瑞典的神学家 叫Andre Neugren N-Y-G-R-E-N Neugren他就指出了 Agape是上帝的爱 Eros跟Philia是人的爱 不同的地方在一个很不相同的方向 In the Eros 我盼望 我看目 我喜欢 我追求 我等待 我去寻找 我所要的东西 你注意我们要的东西 都是比我们更高尚的 我们盼望娶一个比我们更美丽的女子 我们盼望找到比我们更有修问的朋友 我们盼望我们得到有更高的理想 所以这些都是从低向高 从下到上的一个意愿加上感情 因为我愿意 那这个愿意使我产生爱 这个爱就佩服那个意愿 但爱的都是比我们更高尚的东西 有谁爱卑微的 有谁爱肮脏物微的呢 有谁爱卑贱欧六的呢 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很可爱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抱他一下 每个人都想亲爱一下 还有一些要捏他一把的甘愿 为什么 因为这么可爱 这么天真 这么美丽 好像天使少两个翅膀罢了 所以你就喜欢他 但是你会不会用同样的感情 去爱一个满脸脏得不得了 完全没有洗澡 臭得不得了 几个也不跟谁的接近发生过关系 那又脏又臭又丑 又很令人讨厌的人 你会爱吗 你说我不爱 所以我们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 甚至你说我很爱你 你对你的朋友说我没有你会死 你的爱还是从自私出发的 他这么美我怎么不爱他 我如果有他我多么幸福 所以你爱他的时候 你只想你得做 你没有想到他如果爱上你这么丑的 他只会 你只想到我能得做 就是我的意愿达到了 我能爱上他就是我被成全的 当你真的想你的意愿达到 你被成全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你让他牺牲 你好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说我很爱很爱 每一次你越讲就越表露你是很自私的人 那我们说呢 我没有他不行 我很爱 这个表示你是在一个困难中间 你是在一个很自私的中间 你是要人牺牲你才敢念的 所以爱的本身是不是良善的呢 如果爱加上自私 就不一定是良善的 爱的本身是不是大功无私呢 你爱是要被人牺牲给你的时候 你绝对不是大功无私的 我们到底爱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有没有资格爱 我们愿意得做我们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你为了你自己能得做 你害了多少人 你牺牲了多少人